国道发生连环撞死亡车祸 云林对父母开车在一岁女儿行经国三 南投竹山路段时失控撞上内侧护栏接着翻覆 后方车辆反应不及撞了上去 两车严重回损 云林家三口都身亡 母亲还被抛出车外 波及后方三辆车导致一重伤一轻伤 车祸现场触目惊险 这一台往后啦 两台车车头都被撞烂 警销到场赶紧抢救受换民众 消防人员跟时间抢命车体还冒烟 因为这台车90度侧翻几乎全毁 车上是来自云林的一家三人 母亲当场被抛飞 最小的是年仅一岁的女童才刚过生日 这么一转不但失去一家三条人命 而且追撞的迎车同样车头全毁 车上一对夫妻一中疫情伤 老板你帮我扶一下啊 一二三 死亡重大车祸发生 国道三号北上两百四十六点八公里处 南投竹山路段 十八号深夜十点多 死者开车先撞上内侧护栏 翻覆后遭后方车追撞 女死者抛飞车外后 后方还有三部车辆来不及闪避 一场车祸失去三条家人性命 死者家属错愕 去台中一次找朋友 却发生不幸意外 家人天人永隔 至于银色轿车上的一对夫妻 男驾驶虽然轻伤 但太太重伤身上多处骨折 转院抢救 整起事故也导致全线封闭 直到隔天十九号约凌晨十二点 才恢复通行 记者资论全线通报道 新北市泰山区有骑士 因为路口红灯塞车 就违规跨越双黄线逆向骑程 结果被出勤的警车拦腰撞上 虽然人没有大碍 但是违规巧遇警车 影片上传之后也引起网友讨论 另外新北市三支区 也有违规骑士在马路上竞速 还以仰躺的方式骑车 警方将依画面追人 两车驾驶最高都可吃上 九万元法环 马路车多打塞车 车流严重回堵 直见这台机车沿路横跨 双黄线逆向 闯动无阻 但下一秒 机车被一辆汽车拦腰撞上 刀地但人没事 换个角度看 它是从被巷弄出来的警车撞上 这里是新北市泰山区 一早车流量大 其实不想乖乖排队等违规逆向 经过黄网线时 实现被巴士挡住 当场被警车拦截 影片朋友上网网友直呼好疗愈 还说大白天路上也会遇见鬼 留言督办支持警车 警方出动反倒成了事件主角 责任归属同样要进入法律程序 而在新北市三支也出现违规歧视 油门蒙利一催 两名骑士王谦彪 其中一名还大秀特技 没戴安全帽 仰躺坐电飙车 影片曝光警方介入调查 两车大半夜在道路上禁忌 依法都可吃上三到九万元罚款 其中未戴安全帽骑士 还可依法再开罚五百元 危险驾车还高调 Po上网这回想赖也赖不掉 记者网上周总领新闻报道 2024大选胜不到一个月 平民免体最新的民调出炉 国民党侯康佩上升两个百分点 追赏民进党赖萧佩支持度都是31% 而民众党柯营佩则是21% 蓝绿竞争激烈 侯正营上午发布了新的竞选广告 痛批赖清德双标 而民进党也回籍侯友宜 在新北市的建设和财团关系一起 痛批赖清德台独主张反复 侯友宜阵营召开记者会 发布两支竞选广告 第一是赖清德的意识形态 第二也针对内政问题 毕竟前一阵子登革日严重 也让来营大酸 蚊子都治不好还想治国 不过民进党则是紧抓侯友宜 最自豪的市政政绩 都市更新和财团有所挂钩 蓝绿格空护杠 也因为最新平面媒体民调出炉 原本支持多稳坐第一的 赖骚佩持平拿下31% 侯康佩则上升两个百分点 迎头赶上 第三名的客营佩则是拿下两成一 侯康佩跟赖骚佩 基本上都在误查或是在平手的情况 那我们也非常谨慎小心的努力 每一票都很重要 不过长远民众的印象中 看好度赖骚佩虽然下滑 但还是超过四成 侯康佩则微幅上升 客营佩也有增加 但依旧是最低13% 政党支持度部分 部分区股民党最高有31% 民进党居次26% 民众党拿下16% 民调纠缠除了各自冲刺选情 更加长一体攻防 继续犯人 刘崇龙家俊新北京门常报道 选战倒数 民众党柯营佩首度合体上电视专访 谈到上周末在桃园台南造势人潮爆满 谈言很惊讶 也说现场没有走路工 也没有地方装脚 笑说不知道现场的支持者 是从哪里冒出来的 而柯文哲也回应 选前会不会出现气宝效应 他以2022年的台北市长选战为例 认为自己跟对手侯康佩 不会出现气宝 更多详细精彩的专访内容 也请你锁定今天晚上八点钟 台式新闻台 这两场造势满意吗 To my surprise 民众党柯营佩首都合体上电视专访 也曝光假日到桃园跟台南举办大型造势 看到台下满满自发心来相停的支持者 内心除了感动也很惊讶 我们的支持群你知道 都是键盘下来 看我有点惊讶 我说奇怪 那我们又没有游览车 又没有什么双煮菜便当 也没有发走路工 奇怪这到底从哪里冒出来 大家是疯狂的想抓着他 跟他握手 有点像是这种rock concert 谈到蓝白破局之后 近期民调蓝营侯康佩 支持度有上涨趋势 客问者以黄山山台北市长选家为例 认为现在政局是三强鼎立 选战最后关头 并不会出现外界认为的气宝效应 很难气 气不干净 而且我认为气的不多 要如何气 现在都已经气完了 黄山山就这种气宝 这么严重的状态 还有25% 所以表示说那个 那个新的新兴的势力 到一个程度下就气不掉 谈到外交 客问者坦言 现在台美关系良好 会延续小鹰路线 但认为两岸关系越来越紧张 对手类小配更是毒上家毒 请问你这位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如果继续务实的推动台独 我已经问他两个礼拜 每天问同样题 我到现在也是没有回答过 他每次都骂我中共同日人 我说你是中共同犯人 可别强调这次总统大选 是人人有希望 各个无把握 互补的柯英佩 继续走出不同蓝绿的路 选战进入白日化阶段 怎么冲刺选情 更多精彩专访内容 请锁定晚间八点台式新闻台 记者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